香港時間早上午,五點鐘 這一節呢,是很早錄的 但是呢 就一定不是好事情發生的 這個就更好 因為這個 就中或者鄉都有冠軍訓練 現在問題就是軍訓有很多種的 純粹是步操 基本槍械訓練 還是玩到反彈武器、A.O.的標槍 我覺得是很多種玩法的 是實彈,還是空彈 這些很不同的 正常,以往我們認知的 所謂的給大學、中學生的軍訓 通常主要是步操 可能讓他們用玩具槍 等你對幾個人有概念 其實他不是要的有軍事知識 他是要你有一些 基本的求生技能 還有幾個精神 是使用的好用的 還是真的可以打 打不到一仗 正如我認識一些英軍朋友都這樣說 就是說 因為那些後備軍人訓練不夠 如果爭氣打上前線 就很純粹 因為現代戰爭也知道 你看黃烏戰爭也知道 但是你不是職業軍人是打不來的 你不是職業軍人 就是俄斯的精召國外的結果 就是一隊換的一隊十 一個烏克蘭軍隊換十個俄斯人 俄斯人死的人都不夠 告訴你 很大惡的 其實這樣不行 死太多人了 所以有些人說普京的真正目的是 就是想搞種族清洗嘛 把蒙古裔、車神裔的兵 全部 那些人全部死了 在前線死了 就好了 是這樣掩護的 有些人是這樣掩護的 但是 一般來說 這些共產黨的軍訓 他不會說我那些真東西給你玩 因為那些真東西給你玩 有些危險 大家 你記住 共產黨是槍指揮槍 黨指揮槍 他不會希望每一個人都有那個 一些不可靠的人 如果不是到最後一刻 那時候 他不會讓他有 一個軍事知識 因為 你有軍事知識 就是有造反人 共產黨很忌諱 這件事 超忌諱 所以你看到有些人說 要讓香港人入解放軍 死都不可以 你看到中國共產黨 因為中國共產黨 在香港不是合法的 如果 你又不能夠正式被人入黨 你到現在 你中共在香港 都算是地下 仍然是地下黨式運作 仍然是白區運作 仍然是白區運作 如果我真的要招攬解放軍 香港有人做解放軍 但是 你要政治上 很靠得住 這個不行 我鬼知道 你不會是施明德 你施明德 你施明德 施明德 當然入中華盟國陸軍 炮兵部隊就是說 我想尋求台獨 學會怎樣造反 是這樣的 這是很大的事 但是 廣西的軍分 高效軍分 出現這個畫面 真的用爭出實彈 跟他玩火箭筒 那些 火箭炮 那些 實彈訓練 還要用到這些 這些 一點都沒有 這個有事 如果在西方 我看到這個情況 就是 我會認定你中國 是有意 真的入侵台灣 你就是廣西 你不是別的地方 你在廣西 我就更加有可能 相信 你不是想入侵台灣 只是想入侵其他國家 甚至前面侵略 甚至越南的國家 都可以侵略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不好意思了 我想西方就要進行先發制人 我想 這件事情 對 一般人來說 會不會玩得這麼硬核 這麼硬核 但是我就說 我就想不是硬核 不是硬核 是這幫人 原本就是 我預算做炮輩 因為廣西 就是因為廣西 就是中國最窮的幾個省 就是中國最窮的幾個省 這個才是真正最大的問題 這個 我對香港人的忠告就是 現在這個情況 一些人說 不會打仗 不會打仗 黃世澤幾人休憩那些 不好意思 我看的情況 並不是說不會打仗 因為如果 你 純粹是洗澳的軍訓 和 真的準備打仗的軍訓 是兩回事的 洗澳的軍訓 主要是 灌輸政治意識 灌輸仇恨意識 灌輸犧牲精神 但是 他就不會被你碰真槍實彈 也都不會有這麼高的 也都避免有高的訓練強度 因為 你有 你懂得掌握槍械 共產黨不是很喜歡那些人 掌握槍械的 他只是黨裡面少數人可以掌握槍械 這個是他的基本原則 要政治過關了 那問題就是 為什麼現在可以突然間不玩政治過關呢 就是 難道全中國的人都洗澳 不是 這班人是炮灰 關鍵就是 這班人是廣西 我之前說過的 廣西 貴州弘岩三個省 是窮到窮的 他們有大量的失業問題 也有大量的欠債 是沒有辦法還的 是很淺的 大家知道的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想想 廣西有大量的民眾 根本是沒有說要找到 大量的年青人 讀完書之後 不知道在做什麼 你覺得這是很恐怖的事情 對大部分來說 為什麼想起都很頭刀斜 就是想辦法把這些年青人 轉移過去 其他的地方 就是有事做的地方 盡量令他們的經濟不要崩潰 這是正常的想法 但這不是白卡平的想法 白卡平不是這樣 白卡平的想法 現在他這樣搞的軍訓 一定得到白卡平的批准 甚至是白卡平指揮的 因為黨指揮槍 習近平指揮槍 這才是他的真正意圖 他是找人做炮灰 換言之這幫廣西這幫人 隨時是攻台的第一批的人 攻台或者攻岩海 攻岩海不會只是在岩海打的 如果要攻岩海 我要對付越南一定是 亮山再度入侵 一定入侵越南北部 然後逼近河海 逼你越南投降 是這樣做事的 你猜他不會 你猜他做不出來嗎 現在我看下來就不是很妥 尤其是之前越南 就不是中國經濟的威脅 但問題是現在的越南 是中國經濟的威脅 如果既然是這樣 我就不如 他分了一分鐘 他不知道要入侵台灣 他如果要入侵 他有這麼多炮灰 他就可以全方位入侵 東亞這麼多個國家 OK 越南開一條線 台灣開一條線 琉球開一條線 北韓開一條線 我看美國能夠救多少 是這麼想 習近平是瘋的 因為人家無法解釋 為什麼廣西可以做這麼硬的 軍事演繹 這不是軍訓 這是軍演來的 不好意思 這是軍演來的 不是軍訓 軍訓不是這麼玩 這是軍演來的 而且隨時搞得不好 現在在廣西 雲岩貴州的大學生 根本不是讀書的 現在他們全部都被投放 進入軍事訓練裡面 這些真香實彈的軍事訓練 你死去的事情 那不然你怎麼會 要學用迫擊炮的那些呢 你這麼青春 為什麼無故要學用迫擊炮呢 很好玩啊 我明白 即是你對那些軍武的人 就覺得 可以用迫擊炮好過 那你自己去吧 你去爆去 好死 現在的問題就是 現實來說這些軍訓 其實大部分來說 就是這樣 最重要的是 要有暴操 槍械手槍 暴槍 然後就是怎樣用 急救 其實急救反而是最重要的 急救 不是戰鬥人員 都應該要懂 因為急救 你真的要保住 你後勤你也要懂 但就不是這一隻 這一隻就不是 這一隻就已經不是 一般的軍法 是另一種東西 即是換言之 習近平爭實力上打 習近平很想打 他是有戰爭的意圖 他才這樣做 因為我為什麼要 屁股行 要整班人 要學怎樣用迫擊炮 要爭槍實彈 爭槍實彈不用錢 爭槍實彈不用錢 為什麼台灣一直以為 軍訓有一個問題 軍訓 軍訓要那些子彈要錢 子彈 子彈不是不用錢的 那些炮彈 彈藥要錢 彈藥全部都是錢 如果我演習的時候 我燒了一堆彈藥 那我怎麼補回 我也要補回 給戰爭士來用 那裡是錢 一大塊錢 我軍兵役 我養人 我給出糧 給糧 響了一回事 但是除了這個 那些軍事奉獻 全部都是錢 所以一對眼戰結束 為什麼所有 很多國家都如何 取消兵役制呢 兵役奉獻 不用錢 不是的 我就知道兵役 不用出糧 那些彈藥全部都要錢 那些食 食啊 電那些全部都是錢 不是不是錢 那些是納稅人的錢 那些是負責 要負責的 所以現在為什麼 全世界都行職業軍人制 職業軍人制 第一 我訓練那筆錢 我就很容易計算 第二 就是職業軍人制的話 我很清楚 那些支出那些東西 是很清晰的 這個是對民主體制 應該是比較好的 所以民主體制 很多很多 雖然怎樣 精兵制本身是出送民主體制的 因為每個人都有槍 你就很難搞獨台政體 問題就是 民主政體 一般都談的武兵制 是因為 錢的問題 精兵制很貴的 精兵制 所以為什麼後來 有什麼替代役那些 替代役那些 其實是限錢 因為實際上 你奉獻不了那麼多軍人 問題就是 你要省錢 就這樣做 就是為什麼 變了有些人 不是奉獻做軍人 根本就是 純粹奉獻 有效 沒有什麼事情 做一些民事操作的事情 就是這樣 但是 習近平真的有戰爭需要 為什麼我說 習近平真的有戰爭需要呢 習近平現在的經濟狀況非常差 他不打一場仗 他會死 他會出事 他需要一場戰爭去證明某些事情 這就是一個關鍵 就是如果他 如果他不是 現在經濟很好 或者他太平盛勢的話 他不需要打一場戰爭 他不需要一場戰爭 他要不打仗 打仗 打仗 貪好玩嗎 不是的 那麼 現在中國經濟沒有 他沒有頑養那麼多人 但是 對於獨裁政體來說 他不知如何去提升經濟的時候 他亦都不打算跟西方有任何談判 道歉的時候 他就會出這些自招 就是我就是打一場仗 我就是來一場戰爭 我來一場戰爭去解決問題 這個就是習近平 所以你說 為什麼往西高峽無故來這個軍訓 你禮爭這麼玩 他有這個動機 他有這個需要 因為他除了戰爭之外 他沒有其他方法去解決現時的經濟問題 你這麼怕 你逼貴源的經濟問題 那些債務問題 你怎麼解決 你不要玩 不要開玩笑 那裡債海敵國籍這麼多錢 他解決不了 他解決不了那麼多財政經費問題 那麼 既然他也解決不了那麼多財政經費問題 我不如我去打仗 我打仗的時候 我就馬上全民就業了 你死了一批人 那時候就馬上減了一批人 那就沒事了 這就是獨裁者的這種方法 所以 你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香港人以為不會打仗的 跟美國那些 你想一下 烏克蘭 普京入侵烏克蘭之前 那些人都沒有想過 普京真的會入侵烏克蘭這麼多 那人真的入侵了 這個不是你主觀意志的問題 是現實就是他真的會打 他需要打 因為他不打的話 經濟搞不好 出現兵變或者暴援的時候 他是控制不了的 就是 對獨裁者來說 他首先要解決問題 他不是要安撫民心 可以將反對他的力量消耗 來保住權威 那件事對國家有沒有意義 他不在乎 因為他最重要是 他自己的權威穩妥 這個就是 那個 獨裁者私下問題是不同的 他是要消耗反對力量 要消耗反對力量 用物理消耗反對力量的方法 你不用自己的手來殺人 他借別人的手來殺人 還可以怎樣? 借別人的手來殺人 還可以怎樣? 如果真的贏了 僥倖贏了 他還可以領功 這個就是 獨裁者的思考邏輯 就是獨裁者的邏輯 不是你的邏輯 正常的人都不會這樣想 問題就是獨裁者是這樣的 獨裁者是真的這樣想 這個真的很恐怖 所以你說 現在這種狀況 如果你說你貴子弟 如果香港有人要提什麼軍訓 你真的要留意軍訓外容 即是說上去北面軍訓 我不明白為什麼你還留在香港 但是如果貴子弟居然要留在 要送上去 軍訓有機會是這隻真槍實彈 這隻真槍實彈軍訓 你是不是想送兒子去過去? 即是你會很快 在北九章外 你會做炮灰的兒子去 你不走? 你是傻了嗎? 這個是炮灰的安排 不是正常安排的 正常安排不是這樣玩的 正常安排怎麼會搞這些 迫擊炮的軍訓 但是要錢的 我也是那個 即是你戰爭 如果你一般太平城勢的訓練 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的炮打出去 我換些什麼? 你和戰爭之前的訓練不同 我和戰爭之前的訓練 那些彈藥那些 我計算在裡面的成本 即是我計算在戰爭預算裡面 是不同的 你記住的 戰爭有戰爭的預算方式 我平日太平城勢 只有20萬炮彈 我去訓練 你什麼都沒有 你只是有一班人 叫做Well-trained 但是你未必有機會發揮 但是你20萬炮彈 如果在戰爭時期 進行訓練的時候用的話 你就預期可能是怎樣 他提升這個技術 提升這個電鬥力的話 我可以在哪些地方贏得多少 即是甚至是 某個作戰之前 我有一批有技術的軍人 目的完全不同 所以這個是神經病的 這件事 習近平是真心想打 不是他假心假意想打 是真心想打 這個就是真正的問題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為什麼我說他捉個位好 就是這件事 他真的想打 他不是假意想打 他真心想打 想打 想抽 如果他真心想抽 那些事情有什麼好說 你沒什麼好說 你真心想抽 你有麻煩嗎 這個 你香港人 應該就是為什麼 那裡是炮灰部隊 如果香港突然說 叫一些中學生 大學生 大舉軍訓的話 你 而且就是這個類型的話 你猜到應該會很快有戰爭 而且台灣戰場 隨時就是 你的子女是炮灰 你不送你的子女走 你明知是炮灰 你真是這麼忍心看他的子女 會不會成為習近平的炮灰 你真是敢做這樣做 我不喜歡罵人 什麼港豬 那些 因為老實說 對很多香港人 沒有領教過共產黨 那些混蛋的東西 有多少人會領教過共產黨 那些混蛋的東西 說真的 我們這些毒妖書 我們知道是什麼事 這麼問題的現實 我很多人都不知道什麼事 就是 我就希望大家 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 習近平是瘋子 廣西軍校出現這隻軍訓 他是禮爭的話 就 如果 有些人說 女生應該沒有這麼嚴重 但是很難說 很難說 很難說 隨時搞得不好 是女生先出去打 男的之後才打 你猜習近平做不出 他要炮灰 因為他們是藍丁寶貴的 尤其是中國一孩政策 隨時就是香港的藍丁第一個 拿出去死就行 那些女生拿出去死就行 沒有所謂 他覺得香港人的命不是人 這個是習近平 那些不老的方法 這個人是邪惡的 這個人是 你說那些廣州的那些 我看那些都送去 被習近平送去 做炮灰的時候 還不做五毛 只是這樣 到現在還是 還是共產黨的那些 那些 所以我就建議 有子女的那些 真的一定要走 先走了 沒有子女的 你一個人的 或者你很簡單的 你的家庭 你都要鏡著時間 因為隨時你都被人徵召軍訓 你怎麼知道 李家超的事情很難說 李家超的事情 你軍訓是在香港進行的 因為軍訓很大機會 在香港進行 然後你隨即 你無辜 你俄烏戰爭的時候 就是這樣 俄司騙夠些人 說這是軍訓 誰知道是爭戰場 死了都不知道是甚麼事 也說 以為是軍訓 誰知道 人已經在烏克蘭 在烏克蘭什麼特別軍事行動 然後 真是烏克蘭的炮彈 一起來 死了 死了 你這個習近平做不出來嗎 不硬 習近平只有他想不到 沒有他做不到 所以我對各位的看法 就是 你見到廣西這樣的軍訓 這是一個危險信 其實 戰爭差不多 其實 差了幾時正式爆發 如果既然戰爭差不多 會正式爆發 的話 不如怎麼做 走走走走走 你留在香港做什麼 你留在香港做什麼 在香港貪好玩嗎 貪吃牛蛋很難過 不好玩 你要有所恩應 可以走走才走 特別有子女 有些人有子女 那些 有些藍絲那些 我只能說 這幫人真是混蛋 你想死你的事 你不要回溝你的子女 那些人說什麼苦毒不吃宜 其實不是很適用於中國人家長 中國人家長 很多時候 食子文化就有 那些老虎 中國人還有那些老虎 那些老虎 那些老虎 老虎也不會食子的兒子 但是中國人真的會有食子文化 日本人就有生折考 中國人就調傳 所以日本還在 中國還不在 那當然 中國是什麼文化 整套文化都在黏著 那些小粉紅五毛那些 我都是那一句 你為了兩個錢 你為了自己升官發財 你再說一些糟糕的東西 我真的要拿出真身出來 如果有些人 甘願被洗好 那些是更糟的 那些人是完全不人事緣的 這個很有問題 這個很有事 要撿過 就像那些 打騷擾電話去日本那些 年青人那些 公開的那些 好 現在集團到這裡 應該下一節 除非我有些簡短的評論 不然我就 Sign Off 我講到這裡